我是邵阳,你知道四大名著吗?那你也听过《三峡武艺》吧 什么?你不知道?那你肯定知道,武蜀闹东京吧 今天就来说说武蜀中的代表人物,白玉堂 白玉堂在武蜀中排行第五,年少俊美,气宇不凡 文武双全,行下仗义,人颂外号,锦毛蜀 其文采可与当朝壮元郎,严查散,谈古论金 其武术更是难逢敌手,纵横江湖 他对欺门遁甲之术颇有研究,杀贼郭安,盗取三宝 在陷空岛,至情玉堂展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杰作 后备众人劝服,供职开封府 恰逢期时,襄阳王欲造反,为藏匿军火撕建冲销楼 此楼金高人改造,机关重重,戒备森严 锦毛鼠白玉堂年少轻狂,未探叙实三次探访冲销楼 只为取得襄阳王谋反的重要证据 他能成功吗?电视剧里他好像失败了,消失在江湖里 留下了三探冲销楼的传说,而且据说他死得很惨 深陷同网镇,被万箭穿心而死 但至于他到底死没死,众说纷纭 反正很多人都不希望他死 在这个背景下,衍生出了很多改编二代的剧情 都说白玉堂不好女色,如此少年英雄,怎么能这样呢? 剧情完全可以是这样的 三探冲销楼之后,白玉堂并没有死 但他受了重伤,功力大减 幸得家人所救,保住性命 但也在这个阶段,他见证了很多的民生疾苦 以先王为首的反派集团,到处贪财,关关相户 最后,在一众好友的帮助下,白玉堂恢复了功力 制霸贪官 经此一役之后,行侠仗义的白玉堂决定四探冲销楼 彻底解决以向阳王为首的反派集团 没办法,年少轻狂的白玉堂就是这么强大 当然,最后还得抱得美人鬼 你才是 你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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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